日和牧师分享到 以往年少的时候 他是一个不懂得面对群众的人 即使他已经非常熟练某种活动 但在人多的场合里面说话或表演的时候 群众的压力往往都会令他思想完全瘫痪 出现怯场 因为日和牧师的思想速度 天生就已经比常人快多于十倍 但是当面对群众或者在公开场合 这种思想快人十倍的本领 却成为他思想立即混乱和瘫痪 不知所措的原因 为什么日和牧师思想被人快十倍 却相反令他面对群众的时候 难以发挥出水准呢? 日和牧师以自己疑似的一件事为例子 小时候 他和其他小朋友打架的时候 在他将要打出第一拳的十分之一秒间 他的脑中已经思考过几十种不同的可能性 在极短时间之内 已经想好挥出这一拳之后 打赢或者打输 所有的应对 各种可能性和后果 在出拳之后的十种可能性里面 日和牧师往往都会选择相信最差的一个后果 例如 他真的出拳打到对方 然后才发现对方是黑社会人物 可能会在放学之后尋仇 于是日和牧师因为怕有更严重的后果 就会决定不再打下去 甚至任由对方向他拳打脚踢 所以 为什么日和牧师信主后 甚或成为牧师之后 他对信仰 人生或者教会的策略 都能够给别人思考更多行真理的方向和方法 如果日和牧师用七天不断思考如何行真理 在这七天里面 他所思考的数量 绝对是其他人用七年都及不上 因此 日和牧师在很多真理执行上 都能够思考得那么仔细 并且准确预计所有可能性 包括最好和最坏的结果 在同一件事上 其他人可能要用七年时间去思考题目 但是日和牧师只需七天 已经可以完整思考整件事的所有可能性 你能够想象 日和牧师在思考上的速度和因勤程度 是否不止比一般人多十倍呢? 而且 一般人只能够从一件事里 思考出不同结果对自己的各种影响 只能够考虑对利害得失 但是日和牧师却能够考虑得更深入 远远超出一般利害得失 甚至能够考虑一件事对他内心的影响 考虑他作出某个决定的时候 他的后果会不会对他的内心构成负面影响 从而思考如何作出一个对自己内心有最好影响的决定 使自己能够成为最好的基督徒和牧师 日和牧师以七日时间上出来的最佳决策 其他人却可能要用七年的时间 藉着现实的经历 磨练和碰钉才能够找出来 甚至最终都不及日和牧师以七日时间上出来的办法 为什么其他人要在现实生活里经历七年才找出的答案 日和牧师却只需要七日呢? 因为日和牧师的思考速度比平常人快 其他人决定一件事之后 往往要等待结果出现 才知道自己的决定所带来的后果 如果失败了又要再试其他方法 但是日和牧师却能够在七日之内 想出所有决定带来的所有可能性 从中找出最好的方案 七日里面即使这件事尚未发生 但他已经思想得到事情的发展 所以他不需要像其他人一样 经历七年的所有失败和问题 这种比别人快十倍的思考速度 在日和牧师信主前是一种限制 使他无法在群众面前发挥治愈 但是当他信主之后 甚至成为牧师 这种本领却使他如如得水 因为他利用这种思考速度 使自己的每一个决定和教会的策略 都以保守自己和教会弟兄姊妹的心 为最重要前提 使到教会的每篇信息 每次行动都带来最佳属灵果效 使众人在生命中结出好果子 当别人酬酸和施粮的 中日只是利益 但是日和牧师最着重的 却不是后果或者成就 而是会不会对每一个人的内心 造成正面效果 例如 究竟这个决定 会令人对神的信心增加 还是减少呢? 会立好见证 还是会立半岛人的坏见证呢? 会使教会更同心行真理 还是使人只着重名利和成就 甚至只是为赚更多钱呢? 会使弟兄姊妹更热心爱神和示奉神 还是使人更贪安舒和懒惰呢? 日和牧师所看重的 并不是教会的行动或者是聚会 会带来怎样的成功和名誉 而是过后 会不会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属灵上得益处 成为一个更好见证和更爱神的基督徒? 为什么普世的灵恩教会牧师一旦成功之后 就会开始败坏? 因为他们一开始侍奉的时候 所着重的只是能不能为自己带来成功? 他们没有和日和牧师等同的思考能力 能够预计到成功之后会带来的所有负面影响 往往在经历成功和失败之后 才去想如何补救这一切坏影响? 所以为什么日和牧师信主后 立即就决定不再追求异性? 因为他早已想到 在教会里面不断追求异性会出现很多可能性 但这些可能性里面没有一个是好结果 日和牧师决定不再追求异性 选择等候圣经上的应许 就好像以撒一样 等候神将他的妻子带到自己身边 这样这位太太不单是最好的人选 亦能成为身边人最好的见证 日和牧师在初信的时候 就将婚姻交给神 他不需要像其他人一样 在教会里面不断追求异性 经历多次失败、分手 尝尽悲惨痛苦的过程之后 又再追求另一位 到最后甚至不懂得选上最好 这就是为什么日和牧师能够做到过去三十四年 一日都不偏差地跟随神 因为他一生中的所有决定 包括信仰、婚姻、侍奉、教会的决策 如何执行每一个真理 带领每一个聚会、教导门徒和家人 甚至选择娱乐的方式 都是以保守自己的耐心 成为最重要的考量 而不是所带来的成功 以往日和牧师看见很多所谓的牧师成名之后 都会四出走浮 十分强调名誉和金钱 于是他会思考自己的心 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在成功和走浮之后迅速变怀 所以由第一日侍奉开始 他已经决定了不会走巴兰的道路 其他人要用七年时间经历整件事 当内心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严重的后果 被人发现自己的失败和跌倒之后 才醒觉自己做错了 但很多时已经恨错难回 一切都太迟了 日和牧师却因为思考速度比别人都快 再加上以保守自己和别人的耐心为大前提下 在一开始的七天中 已经知道他的影响 并且找出最好的做法 不单为自己和整体带来成功 更令每一位的耐心属灵品格成长 荣神益人 日和牧师正是透过这个方法 令自己近三十四年的侍奉里面 每一个决定都是最正确的 正如拥有众多印证石安教会的共同信息电影 《复仇者联盟3》《无限之战》里面 其二博士Dr.Strange 以时间保石作时空穿梭 观看将来和大奸国对战一千四百万零六百零五次 找到唯一一次可以战胜艰国的方法 日和牧师同样是利用他比常人快至少十倍的思想速度 去预想和模拟每一个决定可能带来的不同将来 因而找出最佳方案 因为日和牧师从小已经被神赐予这一种本领 单单用思想就可以在脑海里面 多次完整地模拟将要决定做的事 会带来什么后果 包括最好和最坏 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和后果 直至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就好像电影里面对Dr.Strange的形容一样 所以电影隐藏的时空穿梭数值一千四百万零六百零五次 不单只是指向石安教会的最传奇数值4794、266和923 Dr.Strange即时间补石 在将来众多可能性里面尋找最佳方案 其实也正是日和牧师一生侍奉的写照 总是将每一个决定所带来的可能性 全部模拟一次 这个正是日和牧师一生不偏离神旨意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